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的第一站是去了自杀博物馆 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明晴以前的样子 和历代人自杀明晴经历的变化 就是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面 然后沿路还可以看到那种纯土的那种土坡房 然后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叫防杀自杀经历 谢谢姐 我不知道就是那种沙漠化和对抗这种沙漠化 到底要付出什么 生活在就是这种沙漠环境地方的人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是一点概念都没有的 我们明晴的东西北三面呢 它被滕格里和巴南吉里两大沙漠所包围 那我们明晴绿洲呢 就像一把蝎子一般镶嵌在这两大沙漠之间 成为了我国西北分沙线上的桥头榜 自1968年以来石阳河流域呢来水逐年减少 那我们迫不得已呢去大量的打紧冲水 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做出的无奈的选择 我们在生存和这个生态之间 我们优先选择了生活 那正因为我们做了这样无奈的选择 那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呢 就是生态恶化 那我们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地下水位的逐年下降 那我们的这个刚出来的这些幼苗啊 农民种出来这些幼苗大量的枯死 而且分杀危害呢是严重 怎样呢就是它每年以3到4米的速度呢 急剧向咱们明晴逼旧 当我真正走到这个地方 走到这个他们告诉我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内心还是确实是 就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全部给它记住下来 然后尽可能传播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情况 因为这里其实离大家并不远 我们可能坐飞机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到这里 那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黏土杀杖制杀方式 那我们宋和聪也就是我们所在这个聪子的聪明 他们当年呢就是研究创造出了 用黏土方格内栽上搜索这样的一种制杀方式呢 进行仿杀制杀 我们在里面看到就是有 自杀的工具 然后自杀的人 自杀的方式 有很多的东西 算是说通过这个之后呢 你可以对明晴有一个 在脑海中开始有一个印象了 知道这个地方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接下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生态治理规划图 那大家从图上呢也可以看出 绿色的这个呢是我们仅有的这个人工造林面积 那我们明晴县外围呢有大面积的这个荒漠区 那由此呢我现主要的治理思路就是 外祖分杀 内建林晚 游近极远 内外同步 那在具体治理上 我们主要呢是对外围大面积的这些荒漠区呢 进行围栏分育 让植被呢自然恢复 得以提高概度 形成第一道防护屏障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绿洲内的这个流沙统和应用工程 进行综合治理 形成第二道防护屏障 其次呢我们在绿洲边缘生产离低下 和在石阳河流域重点治理中的这个退检的根地 进行退根还领 让植被呢自然恢复 第四道防护屏障呢 主要是在这个绿洲边界 就是和这个荒漠的这个交界处 我们建设祖沙灵带 形成第四道防护屏障 明清县的防杀自杀实际上是属于一个什么阶段呢 人其实很难胜天的 它相当于和天就是处于一个僵持阶段 其实我们每天说防杀自杀 它真的不是已经很安全的一个地方了 它还是每天都在根据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不断的想去对策 然后和这个天来进行对抗也好 或者是说平衡也好 明清县当年最这个分杀危害最大的一个一个分杀线 那全长37公里 那它现在你看都是像我们这样都栽成了这样一个缩索林 这个就是缩索 它成活率很高 而且老一点的缩索都有20年了 它缩索长得很大 它根又拔得很深 所以它对这个压杀固杀 其实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就是咱们这个是06年的 人工造林 这个人工造林就是绿色的板块 然后这个是17年的 那你看完全可以看出咱们人工造林面积就是比这个大了很多 那这样咱们生态治理呢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那由于咱们的人工造林面积大了 咱们降雨量大了之后 咱们这个就是年分杀日数 以前咱们一年挂20次 咱们现在一年挂15次 就是咱们的分杀 分杀危害其实是逐步减少的 那下面这个是06年到17年 咱们这个年分杀日数的一个折现图 你看我们从06年到17年 你看它的这个分杀日数降成量 还有这个沙尘暴天数 它是逐步在下降的这样一个状况 红色的呢是沙尘暴天数 然后蓝色的呢就是咱们的大骑降成量 这里前的青土活 其实你们去的时候挖一下那个地下 就可以看到有那个掺杂那个贝壳的那个粉末 说明当时就是水 有水 而且水还特别好 但现在的话 咱们的青土活已经重现避波了 之前是一片荒漠嘛 现在咱们已经有了100 100几亩的这样一个汉区水上面积 已经成了咱们具有师范记忆的这样一个 汉区水上面积 而且最近咱们这个降雨量也比较大 那边肯定分井更好了 在逢少不复管特别的可爱 然后特别的乐观 然后跟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也展示了很多的历史 后来就和我们一起去了更多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每次和当地人相处就挺开心的 然后真的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讲坚定 我关心一个管长大门的方向 建议的方向 你是否能够学到很多的地方 那这种方向的地方 那这种方向的地方 那么这种方向的地方 是不是 那边用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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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是哪里的?在办公室呢? 哦,老婆来的就妈给我打吧 是呀,是呀,是呀